第一 我就不知道是這個個案的詳情 但我可以指出 香港因為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就沒有引渡的協議 我們只是有移交逃犯協議 就根據立法會通過的移交逃犯條例 來和人協商 我們和美國的協議 就是1998年1月就開始生效 立法會批准的 在這個協議的第三條 移交國民是有一些規定的 如果是移交一個美國人 香港要移交一個美國人 去另一個國家 美國政府可以保留權利 如果移交他的國民 牽涉美國的國防外交 或者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 可以拒絕移交美國國民 如果我們要移交美國的國民 同樣香港政府都保留權利 如果有人要求移交我們的國民 即是中國人 而負責香港外交事務的政府 即是中央人民政府 所要求移交的那個人 即是我們的中央人民政府 如果他認為這個是牽涉 國防外交或者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 香港是不可以移交的 所以根本是受條例規管的 如果我們移交一個國民 即是中國國籍的人士 而負責我們外交國防的政府 即是中央人民政府 認為牽涉是國防外交 或重大公眾利益國人政策 可以拒絕移交給美國 我不知道這個個案是不是這樣 所以素來的程序 都是要通過外交部的 另外就是他轉移交給美國同事 因為反正移送到內地 你覺得這個素來的 果然科生會不會是一個國人和自己的理論 因為應該是否可以移送那個人 我們不會移送香港永久居民 其實這些移交的協議說明 是不可以隨便移走香港永久居民 但第三條國民的移交也有說 如果移交那個人 是負責我們國防外交的政府 即是中央人民政府 是對他涉及的罪行有管轄權 並且已經展開開始起訴的法律程序 我們可以移交去內地的 這個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換句話來講 我相信德區政府是依法難事的 因為我們是受港美移交逃犯的協議 以及立法會批准的移交逃犯條例 是執行這些有關的法律的 所以我想就不存在特區政府違法的情況 政府會想要交往當時 你覺得政府想要交往這條領導 是否有一個議題的 是港版國外交交逃犯的案件 和港版國外交逃犯的法律 政府官場就不會討論案件的細節 但我相信特區政府是根據 移交逃犯條例 以及是與美方定定的移交逃犯協議 港美移交逃犯協議 第三條國民移交的規例來做 Q 人和港版國外交由 香港會有否受到 派避這些歷史萊士的法律 在港版國外交逃犯協議 我想要說 香港內交ohn有過 《扁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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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到美女後的立法律 而在法案 3的设计, 提供了一些投票的投票是某些批准的。 例如,美国人的投票可以拒絕到美国人的投票 如果这个案件含着美国人的投票或是有关公司的公司。 而符号 fail员的支出 必须不好 不是香港的意 hält, 而是任何方法的主要。 是使用刑事, 是制服責刑事件。 由于正及刑事物刑事件的程序使用刑事件是 以香港的法律及刑事件的刑事。 我相信, 普通,香港的政治会计刑事件是否 ORD 意铁输性借刑事件。 就是你的刑事件。 the government 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你剛才說 香港的外交是一個國際上的程序 這些應該是一個必要的程序 因為這個國民的外交是有規定的 如果是外交 所要求的外交涉及 負責管理香港有關外交事務的政府 即是中央政府 所牽涉他們的國防外交 或者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 是應該去請示外交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必須的程序 那是否給人家說 這個在條約上 美方不同意 大家簽名了 美國都可以用這個理由 來交給我們的 大家同意的 這要跟這個協議做的 也要跟我們立法會批准的條例做的 所以我覺得不存在說 過壞一國兩制的情況 但這次都是九七之後的手事 我不知道 是不是第一次 這些我不可以評論 是不是第一次的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